大家好,我是Dan 5050提起诉讼 低收爆料音乐制作人安森尹是幕后黑手之后 安森尹之前也使用过类似的手法 将歌手崇孙燕夺走的事情也被媒体曝光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根据媒体报道 崇孙燕目前为止搬过两次经纪公司 其中与第一家所属公司终止合约的过程 与5050非常相似 当时崇孙燕是新人歌手 但是以5比5打破常规的比率签订了专属合约 不过之后崇孙燕以公司能力不足 导致信任关系破裂 向法院提出了专属合约终止 当时法院表示 这是崇孙燕单方面主张解除合约 而不代表所属公司违反了合同义务 拨回了崇孙燕的控诉 但是之后崇孙燕以结算问题 再次向所属公司提出了合约终止 而无可奈何的所属公司 就向崇孙燕提出了损害赔偿诉讼 双方的纠结 在崇孙燕向所属公司支付了一部分的委员机后 才结束了 之后崇孙燕就搬到了安森燕代表的公司 就是被指控为5050世界幕后黑手的那家公司 然而在这里更惊悚的事情是 崇孙燕与所属公司发生纠纷当时 音乐制作人就是安森燕 哇 因为手法一模一样 所以很多媒体表示 当时崇孙燕不是赔偿了合约上的24亿违约记 而是赔偿了计算合约剩余期间后的2亿 所以5050的目标 应该也是尽量以最少的违约金离开公司 总之 当网友们知道崇孙燕提起诉讼 也是由安森燕的介入后 对5050事件感到愤怒的网友们 开始到崇孙燕的IG底下留恶评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原所属公司尽全力培养的歌手 一成功就抢走的手法 竟然一模一样 太可恶了 崇孙燕原所属公司因为那件事而倒闭了 他本来要赔偿24亿 但是跟50一样拒绝活动后 只支付了2亿 真的是惯犯 安森燕这家伙因为有过崇孙燕的例子 所以想要用同样的手法抢夺50 应该是以为跟崇孙燕那时候一样 不会引起争议吧 50一开始发出声明说 成员们是成年人了 都是自己决定的 后来改口说是父母做的 他们不知道 质疑81花在哪里了 结果一看这些钱不是给他们投资的 原来这都是为了少付违约金的操作 虽然觉得有必要到那里去留恶评吗 但也不想再看到崇孙燕了 大家知道吗 最近在看到电影爬比活动的时候 背景音乐一直播放5050唱的OVST 就觉得非常遗憾 希望这世界能早日告一段落 7月14号 SM娱乐声明表示 虽然成员 好神奇 以为虽然会永远在SM 雨节色公司跟局员很相配 可以同时抓住音乐跟踪影 有年同年两个人关系好 组合也很受欢迎 粉丝们应该会很幸福吧 虽然对虽然最珍惜 所以一点都不担心团体活动 恭喜成员们新的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